画面上是爱三路跟仁二路口的车道 在尖峰时刻执行的两个车道经常会塞车 因此有机车组会利用左转车道进行执行 单一规定会被检举开单造成困扰 向议员提出陈情 这个路口因为是一个平衡的车道 也就是说有两道执行两道左转 那民众的这一个陈情 他们主要认为说 第二个左转车道常常会有车辆需要执行 因为其实在执行车道的最右侧这边 常常会有车辆占用的情况 可能店家要上下货 或者是有排班计程车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实际上这个执行车道 大概只有一个半的车道 那左转车道的车辆相对比较少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在第三个车道的 所谓专用的左转的这一个车道 能够把它改成执行同时可以左转 但因为交通处担心机车的左转跟执行的汽车 会在前面路口发生差状 因此我们建议我们交通处去研议 用预告的一个方式 那同时也参考看看外线市 尤其是双北有没有办法在第三车道的部分 让机车仅限执行 而不会产生这个车辆交织 这样的一个危险存在 那也感谢交通处 同意在一个月内研议完成 交通处这边说明一下这个路口的状况 那以前在这个第三个车道 是配置一个直左的车道 是可以执行也可以左转 那是在我们110年的时候 第39期易造市路口 有检讨这一个人儿爱山路口 那它是我们这个金融市的造势率第三名 蛮高的一个易造市的路口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考量 在那时候因为配置了直左车道 那发生了大概总事故里面一半左右 的一个左转车车道事故 所以那时候才研议把它改善成 两个左转的转车道跟两个直行的转车道 那今天既然有这个执行车辆的需求 那我们交通处后续会再来研议一下 这个管制措施可以来怎么样的去改善 那我们同时也会在前面 在找一个适当的立岗位置 那设置一个预告的标志 让车辆可以在上游处 可以提早的去变换车道 那先暂时解决这个 这个执行车辆 步走这个左转专用车道的一个情形 那以上 艾三仁二路口是基隆 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尖锋时刻车流量非常大 而且行车动线也相对复杂 期盼相关单位妥善研议规划 让行车顺畅又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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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